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 今天换一个新的玩意 那么前段时间呢,咱聊过一期爆二坦克 今天呢,咱在这个人频道里再聊聊啊 那么从诞生以来,这爆二呢,算上各种改进型啊 已经服役了差不多40年了,是吧 那么这40年来,这爆二系列的坦克一直是西方三代坦克的标杆 而且是深刻影响了啊,像什么日本的这个90式坦克呀 印度阿琼啊,土耳其阿尔泰啊 就是这些啊,其他国家第三代主弹坦克的发展 那更为重要的是,这40年间,爆二系列坦克一直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坦克之一 装备过18个国家的陆军,总装备数量上千辆 现在马上要装备乌克兰陆军了,那这就这就不是装备18个国家了 这是19个国家了,是吧,那说起西德战后的爆一和爆二坦克 一般军迷啊,很容易把这个,他们和德国啊,就是二战时期德国的那个爆是坦克给弄混 是吧,因为这个这两者啊,就是说呃,德语名 不一样啊,这不不一样,就是你看那个,咱说爆一爆二啊,这个爆叫Leopard 然后二战中那款爆叫Panzer 就是这是那个英语发音啊,这我不会俄语,英语发音 那这两个单词都有爆的意思,因此在这个中文的翻译当中就很容易给他弄混 所以这一般这个就是像咱们为了区分这两种坦克 就把这个战后的这个坦克啊,这个爆啊,这个和这个就是翻译成爆 然后那个二战时期那个那五号坦克,对吧,那二战时期那个爆翻译成黑爆 这其实是一种误区,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二战时期那个啊,Panzer 他的本意是就是泛指所有的爆 而这个咱说这Leopard,这才是一个特指的名词啊 就是指代对象是金钱爆啊,花爆啊 所以就是按照说,呃,如果是严格按照本意去翻译的话 其实,呃,就是咱说战后这个爆一啊,爆二啊 这坦克应该被翻译成金钱爆一啊,金钱爆二 那么国内啊,有一个传言也是误导过很多军迷啊 这就是说,说爆二的坦克呀,他装甲看着很厚质 是吧,那里边呢,其实都是空心空心的 就是几块三颗碗,交合碗啊,就是稍一五给做的 那所以他这实际的防护能力就相当差 不过事实上,其实爆二系列坦克呀 他的防护水平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光是这个,呃,这个就是爆二A4 爆二A4这一个型号 他就装备过三个型号的复合装甲 然后,呃,就是分别是间隙装甲 然后什么B型是复合装甲 还有这个C型复合装甲 这三种装甲,他对应的什么防护目标分别是T72,T64,T80 还有这未来的苏联坦克 如果说你拿这个最原始的爆二防护啊 你来证明说这个爆二啊,在现代战场上一捏就碎 哎,那那其实就属于耍流氓了 对吧,那最原始的那个爆二和现在最新的爆二A7 这是一个爆二嘛,对吧 这就你,你不能这么看了 那么爆二呢 他作为说西方啊 西方阵营里边资格最老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那么他今天呢 呃,还能跻身世界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列 他的秘诀就在于说 他设计之初考虑了坦克很良好的可拓展性 而且是留下了充足的冗余 因此说爆二系列坦克呀 大多数他的那个什么改版的升级呀 都可以说不对原本结构进行大改啊 直接就能升级完成 这种哎,良好的这个可拓展性啊 他带来的优势 除了说能让自己的装备啊 经常这个换新更新之外 还非常方便在国际军贸当中 对客户进行私人定制 你这个呃,你要举坦克的例子呢 可能这个呃,这个对比呀 不是不是那么明显 我举一个船的例子 其实德国的武器设计都是这样 我举一个船的例子啊 德国那护卫舰 其实他每一个版本都是留足了改进的空间 谁有需求就马上改改给安排上 那德国现在自己用的那个轻型护卫舰 叫布伦瑞克级 一千六百吨 船小装备的武器呢 也是中规中矩 一门齐六炮 然后两门二十亿连装的拉姆防空导弹 进程防空导弹 四枚鱼叉 是反舰用的 这个火力啊 对德国人来说够用了 但是同型军舰啊 就同样啊 同样船体 同样船体的军舰 出口给以色列 那怎么样了呢 以色列呀 他一直是要用最小的成本来 来换来最多的火力 所以就是 以色列买的那个布伦瑞克叫萨尔六 那么这个萨尔六就进行了变态一样的加装 四座四连装的鱼叉反舰导弹 十六枚 然后还有十六单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啊 而且这还留了这个就是改装空间 这导弹最终最后可以增加到四十八单元啊 四十八枚这防空导弹 你看这拉姆啊 是两两座二十一连装是吧 那四十二枚 然后这个你看四十八个单元 那四十八枚吧 看着不大 差别大佬了 拉姆一枚十一千克 巴拉克这是巴拉克八 一枚二百七十五千克重量 那能一样吗 啊 那你看这个一个是那个什么 一个是这个四十八个发射单元 然后十六枚十六枚反舰导弹 那边是四枚反舰导弹 然后就把两个什么进程的那个防空导弹 这火力差距怎么能差这么大呀 那那船体得放大多少啊 对吧 那他一点都没放大呀 这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当初德国人在设计这款军舰的时候就照顾到他要出口 所以呢 留足了改进的空间 谁有需求 我给你改就是了 就是 鲍二呢 也是这种逻辑 所以这也是鲍二为什么卖的这么好的原因 而之前呢 还经常有人说 说这个中国武器卖的不好 是因为中国没打过仗啊 武器没经历过实战检验 就是这种说法呢 也完全是没有任何道理 啊 首先啊 用户都不傻 武器好不好啊 可能就是完全听卖方去吹啊 这个 那你你怎么可能说只听卖方怎么吹 然后你就怎么信呢 你不可能啊 那肯定是这武器来了之后 对吧 坦克来了 你上手开两圈打几炮 你就完全可以 就算是你不知道这这些武器的这些武器的具体数据是什么 但是你能摸了一个大概棋 是吧 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双眼获得的情报才是最准确的 当初报二 那在中国也是非常受欢迎啊 那中国那是中国坦克手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坦克 然后就发现这开起来跟开轿车似的太舒服了 说个最简单的 你看这个转弯的时候不用把一边履带爆死 然后另一边启动转向 你看这个中国的那个坦克呀 他在这个转弯的时候 对吧 都是这边履带掐死 然后动这边 动这边的话 等于说是这坦克变成一个原规 对吧 以他为这个原心啊 以他为这个轴 这么转圈 但是到了到了这个爆二呢 他完全就不需要了 两根履带反着转 这坦克就完成转圈了 所以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士兵来说 那完全是黑科技啊 那时候中国也差点买 就是因为这个 哎 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吗 所以这德国人卖的挺贵的 再加上说中国在这之前 对吧 因为这没发展经济吗 所以那时候根本就没钱 这就是这样一来 是吧 咱之前没发展经济 导致的其中一个结果 就是也失去了一个装备德国坦克的机会 那有句话讲 叫那个什么啊 实战出真知 其实这个 这句话呢 也解释不了 说爆二为什么卖那么好 因为不管是德国还是爆二 都没怎么参加过实战 对不对 德国是二战战败国 所以对于那些什么 能抛头露遍的那种 就是北约的军事行动 他们都特敏感 这次也是 这次他为什么说 也说支援乌克兰 他那个始终是扭扭捏捏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对吧 他历史上是战败国 他不想说啊 再跟那个战争 再跟战争 真实的战争扯上多大的关联 那 爆二这个坦克呢 他也一样 他也没什么实战的记录 大概能参加的战争就两场 一个是这个去阿富汗啊 这个维和巡逻 另一个是在这个叙利亚内战的时候 然后土耳其也参战了 那么这两次这个军事行动来看 确实是没起到啥作用 而且还还被炸了不少 你按照说这个从战绩啊 来给坦克评定高下的 那么这绝对是减分项 但实际上呢 哎 爆二在国际军贸市场上 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源于个性化的定制方案啊 你看纵观说世界各国的爆二坦克 外观很少有重样的 智力智力的爆二A4 它是升级了顶部装甲和侧面装甲 然后加拿大那个爆二A6M 在原来爆二A6的基础上 加了空调和隔山装甲 新加坡那是爆二A4SG SG就是新加坡的这个英文 英文缩写 它是装了一套 就是加强版的装甲套件 然后德国人还专门是为 美国定制了一款啊 爆二AV的原型就是这个原型车 爆二AV 它为什么是给美国定了 我觉得这应该给日本定了 这名是多适合日本的 是吧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不知道 什么叫AV 没听过 没看过 好了咱说回啊 说这个说回这个爆二AV啊 那么当年呢 这个这款坦克 其实比美国人自己当时研发的坦克 还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是那时候是很有希望 把这个当时美国研发的坦克取而代之的 只不过是后来这 就是那个美国的包括军火商啊 包括国防部啊 是吧 他为了留住自己的这个军工复合体 所以在这个测试的时候呢 用了点手段 就算是走了点按下操作 所以这爆二AV呢 他就没成 就美国还是还是装备自己自己研发 那个那个M1 是吧 M1A1 M1A2 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爆二的外贸版呢 他很大一部分都不是说在 这个啊 就是 采购的时候啊 在采购的时候就决定说怎么去改装的 而是说在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根据自身的使用经验啊 提出意见 然后购买改装套件升级改造 这个其实是就是实际上很像 现在有些游戏公司 他的销售策略游戏本身免费啊 或者是很低很低的价格 谁都可以来玩 但是哎玩这个玩着玩着说 哎不行啊 这我我这武器火力太弱了 怎么办呢 啊那对吧 那你可以买一个 这就得花钱了啊 你买一个火力安装包了 是吧 然后那我防护太差了 怎么办呢 哎呀 那你可以买防护安装包了 然后你这个火力和防护 俩包加一起 是吧 我卖给你 算给你九折 像那个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他其实 最早就是买了一批 当时从德军推的二手A4 然后后来开上手了 觉得这坦克这个 这个真不错 只是觉得这防护好像欠了那么点意思 所以才被改进啊 加的那个装甲防护 那么除了这个官方啊 他有安装包啊 包二也支持说自己就是买家自己做安装包 你像瑞典STRV122 他的这个这个主战坦克就是 其实就是德国包二的那个瑞典款 这就是用瑞典自己的防护安装包 你说到这就 就是他就是有这个包二的另一个优势 就是他不拘泥于那种一个固有的思维方式 就外贸产品一定是猴板啊 一定要比自用的产品差 他是抛弃了这个思维定式 STRV122和这个德国自用的包二A5 其实两者本质上 系数同源都是包二LMP 当时竞标的时候 这包二LMP加装的包括什么车体的附加装甲 他在内全套的附加装甲 那么这就成为后来STRV122 他那些个坦克防护套件的基础 那反而是后来德国自用的包二A5 他不要那个富家装甲 他给他阉割掉了 所以导致说这个包二A5 他的车体防护 其实是要远逊于STRV122的 那看完这个德国 对包二的销售策略 再想想其他啊 比如说俄罗斯 他这个军工大国武器的外销 这俄罗斯还算好 还有其他国家吧 武器外销 就是有些武器性能不错 但你就是卖不出去 为啥呀 因为商业头脑 没这个商业头脑基础 在这方面 你这脑筋呢 还是不够活络 那么现代营销这概念呢 不熟啊 以前总说哎 酒香不怕相子深 但是如果是你只知道焖头做产品 然后你把做的那好东西藏着掖着 生怕你这个酒香味飘出去 让别人闻到的话 那说实话 这武器啊 就无论如何 您卖的都不能好 好了 关于这个包二坦克的武器销售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